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台湾有越来越多的新住民朋友 那其实在异乡生活真的蛮不容易 你要克服很多文化上的差异 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那在台湾生活会有哪些 文化或者是生活上的差异要适应 那还有哪些亲子教养的问题 节目当中呢 也会邀请到他们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 来自浙江省宁波市的陈宇 陈宇你好 你好 好想请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你跟另一半是怎么认识的呢 主持人好 那个我跟我先生其实算 很姻缘际会 我们是完全陌生的 完全陌生 那总是有就是教会的 他们当初怎么认识的啊 因为他是从台湾过去的台干 对那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 然后在宁波工作 对然后有一天就是我跟我的同事去吃饭 他跟他的同事去吃饭 做隔壁桌 然后他过来搭讪你吗 对 对 对不对 对 对 就可能就觉得说 因为我今天看你觉得 也很漂亮 就是很时尚的那种 就是工作很干练的那种女生 所以当初先生就是这样子 就看一看觉得 这个这桌的女生不错 就过去认识一下 然后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认识了 对 可是也算是在同一間公司工作 沒有 不同公司 我完全不認識 就是我們是完全走到同一間店裡的兩個陌生人 是在店裡面 就去外面吃飯 對 就是不同的 然後就這樣搭訕然後就成功了嗎 就是有留電話 當初一開始印象還不錯 你不會覺得說你這人怪怪的幹嘛之類的嗎 完全沒有 因為大陸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其實因為我姓陳 我先生剛好也姓陳 對 可是那時候就會覺得說怎麼會那麼巧 怎麼會那麼巧 欸 可是台灣姓陳的好多喔 走在路上隨便都會遇到 我嫁來台灣才發現 沒變了嗎 滿大街都是 滿大街就成是大姓耶 對 成跟林是很大的大姓 對 很大的大姓 然後當初因為這樣就是那麼剛好 然後可是一開始應該也是聊了之後也覺得蠻投緣的吧 就有閒聊一下 對 就是大概聊一下 然後因為公司可能都在附近 都在附近 然後就是那時候認識 然後隔週的禮拜天有出去就是吃一頓飯 後來就單獨了這樣子 對 有去吃飯 你也蠻勇敢的耶 沒有 那時候很單純 就想說認識一個台灣的朋友 對 應該就是這樣講 就覺得說年輕人愛交朋友嘛 就覺得說也聊得還蠻開心的 就認識一下 所以等於你先生算是你認識的第一個台灣的朋友嘛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一天 你也沒有想過說有一天會嫁給他 會嫁給他 對 所以一開始真的算是緣分 我覺得是緣分 對 那彼此也不討厭對方 然後就想說交個朋友試試看 然後結果就越聊越投緣 然後就算是 對 所以你說先生是台幹 所以等於就是 一開始都是一直都在寧波市工作這樣嗎 那時候是工作三個月會回來一趟 就是對 就是會有返鄉這樣子 對 但是那時候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 事情發生都是緣分 他那時候是最後一次在台灣 就是他那一次結束之後 工作結束之後 他就不會再去了 他就要回來台灣 就不會再過去 對 我們9月中認識 他是11月1號的機票 那時候很早就已經訂好了 要回來了 所以就是這樣 就決定要把你訂下來帶回來嗎 對 所以我們認識三個月就結婚了 真的 我真的也大吃一驚 很快 你們認識也真的是很偶像劇的情節 就是年輕了 對 年輕有衝動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你也很勇敢 才就是這樣認識個幾個月 然後 然後就 而且等於是認識他之前 你根本完全沒有來過台灣 就是來過他家這樣子 完全沒有 你都不怕自己被騙嗎 就年輕啊 那時候就覺得說 可能也是真的遇到好的緣分 對 因為他爸爸媽媽也是都沒有看過我 也都沒有看過 因為兩岸其實婚姻登記 其實中間走的程序很繁瑣 很繁瑣 對 真的很繁瑣 對 然後很冗長嗎 很長 我們1月17號登記 你時間都記得好清楚喔 5月7號才到的台灣 中間四個月都在跑文件 都在跑文件 雙方兩邊跑來跑去 對 全部都在跑文件 你跑你家那邊 然後他跑這邊的 就是分開的他在這邊辦他的 對 我在我們家辦 對 所以就是結完婚 中間四個月是 各自生活 各自生活 偽單身的日子 偽單身的日子幾個月之後 就是你終於歷經一番波折 終於把所有的程序都辦好之後 然後你就來台灣 等於是結婚之後 才第一次到他家 對對對 然後這之前都沒有見過 官方扶摸那些 哇塞 欸你真的好衝動 對啊 欸你完全就是 是一個 直接就這樣 就堵住自己的 下半身的幸福 哇塞 那你也真的是很幸運 就堵對 就堵對了人 欸這點很重要 對對對 堵對的人 然後就這樣子 義無反顧的 就這樣嫁到台灣 你真的是 一股 要講衝勁跟傻勁 但是還好你堵對了這樣子 對 對那你這樣子 不顧一切 放下在家鄉的一切 然後來到台灣之後 有一些什麼 適應上的一些困難嗎 不要講困難 就是有沒有遇到過 什麼樣的 覺得不適應的地方 不適應的地方 氣候也是一點點會有 對因為台灣真的還蠻 蠻熱還是潮溼 對江浙算是 就是四季蠻分明的地方 對然後台灣感覺 你都一直在過夏天 如果四季分明到台灣 都會覺得很熱 對 可能冬天你都會覺得 啊就涼了一點 幹嘛要穿長袖這樣子 對然後你可能一開始來 多少會有一點水土不符 像手就是 像我手也會 就是會有濕疹 濕疹 因為台灣太潮溼了 然後醫生就會跟你講說 那是因為台灣比較潮溼 你可能就是 環境換一個會比較OK 對所以就是可能 你身體上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也有一點點時間去調適 對然後其他的方面 因為大陸沒有那個 拜拜的習俗 拜拜 對他還有蠻自己這樣有聊 他覺得 你覺得台灣拜拜太多 對不對 很多 對所以你是就是 嫁到台灣的時候 你們就是有跟公婆同住嗎 我們沒有同住 沒有一開始就沒有同住 對一開始就沒有同住 所以一開始就是自己 就是跟先生 然後在 然後自己在外面 然後沒有跟公婆同住 沒有沒有 可是就是你覺得拜拜都是因為 就是重大的節日都還是要回老家 回先生的 就是回婆家那邊去拜拜 會會會 因為其實我婆婆也算是還蠻開明的 他不太會說你一定要做到怎麼樣程度 可是他還是會要求我們出席嘛 可是你會覺得那出席頻率好高 真的 因為我也感不清楚 拜拜的時期就是這一次是在拜什麼 除了那個很大的 很大的什麼清明過年 這是一定要拜嘛 可是小的就很多 而且每個地方的好像拜拜的日子也不太一樣 對都有點不一樣 有的拜的很虔誠 什麼初一十五都照拜 對然後 然後好像也沒有我們想像中想說 好那我就去拜拜就好 就拿個香拜拜就好 可是還有很多 很多講究 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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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講究 對很多講究 就是可能你菜色要怎麼準備啊 不同的神明好像吃不太一樣的東西 就搞不太清楚 對 然後就像什麼七夕就要拜那個麵線 拜什麼麻油肌 然後拜U班還是什麼的 就是感覺每次都拜的都好像不太一樣 反正你就出席就好 只是覺得怎麼都長得不一樣 對就是婆婆在打理 拜拜好多 對拜真的是很多 然後就是不同的神明 然後然後都要去 比如說廟也很多 有時候一下是這個廟一下那個廟 然後拜了那個神明 又 我也都搞不太清楚 對就是還算蠻多 蠻常拜拜的啦 所以就是拜拜這一塊 你覺得也是蠻不一樣的文化 就是不一樣的文化 不一樣的文化啦 對那吃的東西 有沒有覺得說 因為你等於算是結婚後才來台灣 會不會覺得說 吃的東西跟家鄉有點不一樣 吃的齁 吃的話像 因為你到一個陌生環境 一定會想念家鄉的味道 對對對 那你就會去找各式可以吃到家鄉味的東西 那有一些其實 其實台灣的飲食文化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多元 他其實各個地方都吃得到 對可是有一些你找不太到 真的找不太到 對我們會吃生的螃蟹 生的螃蟹 對 因為台灣也算愛吃海鮮 可是你們都是熟的 對可是我們都吃熟的螃蟹 對然後放在那個油本上面 對 台灣好愛吃油本 對然後就反而是生的螃蟹很少找到 因為感覺上就是很怕會有什麼傳染病還是什麼 對不敢嘗試 可是我們就是 我們連早餐可能配粥 白粥我們都是會配那個 生螃蟹 對 等於生螃蟹算是你的 算是主食之一 這樣子 就是算很愛吃的 很常吃的 很常吃的 家常料理 就是我們餐桌上都會有的菜 就一般家裡的小菜也就是很常 就是生螃蟹這樣子 對對 真的生螃蟹我們很少吃 可是我來這邊可能才去嘗試的東西 我們都是去餐廳會有生魚片 對對 而且是很常出現生魚片的料理 對對 對然後說喔所以你覺得這個 這個生魚片跟生螃蟹是覺得很不一樣的地方 對對對 也是不一樣的地方 真的是 對我覺得 對還有你在台灣有工作嗎 有我有工作了 就是一開始嫁到台灣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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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前的政策的關係 就現在可能真的大家 你要取得身份證之後才能去工作嗎 以前就是你不能去工作 完全都不能工作 不行不行 對你可能要像我生兩個孩子 我爸媽都沒有過來 因為他們是因為政策關係 是因為政策 欸為什麼不行啊 就是你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我今天嫁到美國 嫁到英國 我父母只要有錢 買張機票就過去 對對對對 可是台灣是變成你有錢 都沒辦法過來 喔喔 因為政策關係它必須你要待滿多久 待滿多久 你的親屬才可以來探勤 喔喔 那這樣子你變成是你生小孩 你父母不能過來 那你可以過去嗎 我都在這邊生 坐月子中心啊 對對對 就是直接 因為公婆那時候也都還在上班 所以就是自己也可能就是 坐月子中心 坐月子中心 齁真的 我爸媽不能看 覺得好 對 因為我是家裡 就只有一個小孩 就只有一個 對對對對 就那時候生小孩 那時候還沒有視訊 還沒有視訊 還沒有視訊 對也是也是 十年前這樣也都還沒有 就打電話 好辛苦 還好你現在都熬過來對不對 對 總算熬出頭 也很適應台灣的文化這樣 算OK 對 也是因為 爸爸媽媽那時候不能過來 所以其實小朋友都自己帶 對 因為我 我雖然很愛 我很喜歡帶小朋友 我也不喜歡小朋友給 給別人帶 對對 因為我覺得反正你也不能去上班 那你就要專心 不能去上班就自己帶 對對對對 我覺得總是要把專心一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 我那時候生活中心就是帶小朋友 對 所以我是到我老大上小一 我才去上班 對對對 那你也是 也是帶到很大 對 然後然後才 就一直帶在身邊 對對 對 我覺得蠻不容易 你看在異鄉生活 真的也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容易 那你除了說要克服生活上的一些文化的差異 然後 那其實生小孩之後的一些教養 也許又是另外一個挑戰了 對 好的 那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待會呢 再來跟陳語聊